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神的百姓来赞美神 来荣耀神 Hallelujah 听说 听说你的话语 坚定的应许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让你在谈诗上 装装装弹在我心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耶稣我相信 耶稣我相信 祢笔吹笔 祢的法律 祂山江贝罗里 我相信 我相信 祢的可能 降下祢的圣灵 居足在我心里 我相信 祢的成就 无论 无论他何处 我都会和声犹豫 一首你的话语 坚定的应许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像你在谈诗上 刚强装弹在我心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耶稣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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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相信 祢的大能 降下祢的圣灵 居足在我心里 我相信 祢的成就 无论在何处 我都得深有力 我相信 我相信 祢的大能 降下祢的圣灵 居足在我心里 我相信 祢的成就 无论他何处 我都得深有力 万事在你手中 万事在你手中 万事在你手中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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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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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在你手中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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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在祢手中都有可能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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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大能 赏下祢的胜利 居住在我心 我相信 祢能拯救 无论在何处 我都得深有力 我相信 我相信 祢的大能 赏下祢的胜利 居住在我心 我相信 你能拯救 无论在何处 我都得深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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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我在哪里 我都相信 我都得深有余 是的 主 早晨我们再次举起圣洁的时候 我们宣告 主啊 今日我们是得深的 主 今日我们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得深 因着神的话语使我们得到能力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祢 再次宣告我们是得深有余的 谢谢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因为十字架我们得深了 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得深了 因为神的话语我们得深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的时候 我们也得深了 感谢主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得胜的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 信仰的人生的过程中间 常常有一些的难行的道路 但是最终我们仍然是得胜的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 胜过了一切的死亡 胜过了一切的痛苦和眼泪 胜过了所有一切吞吃生命的原因 神已经得胜了 耶稣已经得胜了 感谢主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中间 帮助我们在神凡事都有可能 在上帝凡事都有可能 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是想 在神凡事都有可能 在人凡事都不太有可能 在神却凡事都有可能的 因为在人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够 阿们 感谢神非常的喜乐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间 再一次的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 跟神的话语是有连结的 既然诗篇是神透过他的仆人们 写出来的祷告生活中间 跟神关系的那一份祷告的内涵 而它又被称为是神的话语 所以祷告到底跟神的话语中间的连结是什么 神的话语如何帮助我们 在祷告里面更近身 在祷告里面更更确定 在祷告里面更加的深刻 我们要看十篇的一百一十九篇 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祷告跟神的话语中间的连结到底是什么 圣灵既然称为是真理的圣灵 可见在他的真理的里面 在神的话语中间 圣灵的大能要透过神的话 也借着我们的祷告 信息里面的祷告彰显神的美意 十篇一百一十九篇 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神的话是这样说的 求你用厚恩带你的仆人 使我存活 我就遵守你的话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时常切勿你的典章 甚至心碎 守咒主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 你已经责备他们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 因我遵守你的法度 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 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 是我的谋事 感谢主 神说他的法度 他的话语是我们所喜乐的 也是我们生活生命中的谋事 也就是说 上帝的话语是你智慧的全员 上帝的话语是你策略的开始 上帝的话语是你获得一切的知识 分析所有资料资讯中间 那一个最重要的开始 很祝福 感谢主祷告跟神的话语 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间看见 诗人的祷告是这样的 第一 神的祷告是一直相信 神的恩典是够用 而且也是丰富的 够用而且也是丰富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透过神的话语再次的鼓励我们 他的恩典是够用的 不单单是够用的 也是丰富的 不单单让我们在各个方面的需要 是能够满足的 也是多而又多 超过所求所想的 是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祝福的 也是恩上加恩 也是利上加利 荣上加荣 福上加福的 上帝的恩典 绝对超过你想象的多 上帝的恩惠 绝对超过你生命中间 所需要的还要更多 感谢主祷告 在神的话语中间就是告诉你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是相信神的恩惠是丰富的 绝对不是短少的 绝对不是缺乏的 让我们在祷告中间 可以更多的经历神 就是相信 祷告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实际的信心的行动 如果没有相信 我们的祷告 其实那就是一个难难自语 如果没有信心 这个祷告 这个力量 就有点是白花力气 因为你没有相信 因为没有相信 就看不见成就 神在信心中间运行 神垂听那信心中的祷告 神在信心中间 要彰显祂的荣耀 因为人非有信 不能得神的喜悦 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 并且相信 那寻求祂的人 祂要赏 祂要寻求祂的人 就是寻求神的人 祂必定要赏赐 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件事情 许多人因为信心 生命起了极重大的改变 进到了更深的 更不一样的 更高的 上帝属灵的高原 有人因为不信 从原来的信心的高峰中间 就坠落下来了 多么可惜啊 祷告 是维持你高档信心中间的 那份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操练 祷告 是相信神的恩典 在任何时刻都够用 祷告是相信神的恩典 在任何环境中间都是丰富的 感谢主 那就是一个祷告 因为是神的话语 向我们的保证 不但是这样子 神的话语在祷告中间 对我们说什么 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神的话让我们看见 祷告是为了真实的明白神的奇妙 也可以说是为了明白 真实的明白上帝的奇妙的作为 或他那令人觉得 好像不容认明白的心意 而这个心意却是非常奇妙的 令人敬畏的 令人觉得惊叹的 感谢上帝 你祷告了吗 弟兄姐妹 当你祷告的时候 是为了明白上帝的奇妙 你觉得神是奇妙的吗 所有说是的人 我相信他的祷告生活 基本上都是有某种程度的丰富 有某种程度的用功和用心 祷告不是用我的力量 要换取上帝 给我什么 祷告是为了要明白 主我要明白你的心 主我要知道你的心 主我要与你在一起分享 主我要听见你对我说话 神是一位说话的神 神喜欢向我们说话 神真的喜欢向我们说话 我们在读真言的时候 就发现神说 如果你爱我的命令 早上神就会对你说话 早上与你谈论 我心中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上帝在我苏醒的时候 睡醒的时候 当我躺过的时候 祂保守我 当我睡醒的时候 祂与我谈论 谁与我谈论 神与我谈论 谈论什么 谈论神的话语 谈论上帝的话语 谢谢上帝 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用我们的力量 换取一个礼物 用我们所付的代价 换取一个 神给的一个什么东西 祷告 很重要的是 在神的话语中间告诉我们 是我要明白 你的话语中的奇妙 我要明白主你的奇妙 主要知道 你对我的心意 主要知道 你对国度的心意 主我要明白 你对教会的心意 主要明白 你拆拜我 来服侍你 你的心意 到底是何等的奇妙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明白 也觉得祷告 不是那样容易继续下去 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相信 或者是呢 我们不了解 神真的有太多奇妙的意念 要让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真的在祷告中间 付上了信心的代价 付上了信心的盼望 我们在祷告中间 我们全然的相信 全力以赴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明白 好 我们的目的那么样的清楚 我们的动机很清楚的 就能够明白 上帝的奇妙 到底在哪里 他对你家庭的心意 他对你工作的想法 他对你的养育儿女的 那一份的智慧 或者是在你遇到一些 比较艰难的时候 他到底有什么样奇妙的看法 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心意 会让你知道的 如果我们在祷告中间 我们就能够明白 是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明白 可以知道神奇妙的奥秘和心意 第三方面 从神的话语中间看见 祷告是为了要能够遵行神的话语 祷告是让我们可以有力量 行出神的话语 行在真理的中间 祷告是让我们 能够在圣灵的河流中间 与他一起同工 这个同工是为了要遵行神的话 这个同工 这个同行是为了要 让我们可以 行在上帝的真理自由的里面 所以祷告会帮助你 把焦点再一次的聚集在一起 祷告会让你再一次的得到力量 可以继续的奔跑天路 祷告可以让你再觉得软弱 或者是再也没有力量 行出神的话语的时候 让你再一次的恢复过来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经历得到了 很多时候有人会教导祷告 很多时候有人会解释祷告 很多时候人会对祷告 有一番不同的看法 但是祷告其实就是祷告 祷告最大的差别 真的就是你到底真的有没有在祷告 看听起来这样 非常的简单浅显易懂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想一想 一天24小时 我们花多少时间 像保罗所教导我们的 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就是在任何一个时刻 我们都跟圣灵连结 任何时刻我们都能够接着祷告 与主能够彼此的交通 团契 什么叫多方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各种不同的形态来祷告 近时祷告 通宵祷告 半宵祷告 还有呢 个人的祷告 群体的祷告 开口的祷告 闭口的祷告 方言的祷告 悟性的祷告 还有吗 早晨的祷告 中午的祷告 夜晚的祷告 还有吗 还有带祷 还有呢 还有在那祷告会 还有呢 两三个人一起祷告 很多 随时随地 多方的祷告 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就有遵行神话语的力量了 所以我们在检视 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 新耶稣开始的时候 开始火热 是因为祷告很多 做什么都来 我们来祷告神 我们来祷告神 新的祖久了 若是没有继续操练 没有门徒的训练 或是没有真正的专注 谨慎在神的话语中间的操练 我们在祷告中间 我们就软弱了 就软弱 觉得祷告有用吗 祷告很久了 还有人更属灵的讲说 我祷告 若神没有成就 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很想送他几个字 想太多 真的想太多 祷告就来祷告 成不成就在神 就这么相信 就这么相信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我心中都会 我有时候听到是这样子 我心中都会有一些的难过 而且觉得可惜 可惜 因为信主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几年了 怎么还在想说 主路没有成就 那不是 那我这个需求 我这个祷告不是就太 太让我失望了吗 吉兄姐妹 祷告 是为了让你遵行神的话语 当你可以这么做的时候 当你行在神话语中间的时候 那个失望就要变成希望了 那个灰心挫折就要变成 你再开始的动力了 感谢主 从神的话语中间 我们看见第四方面 祷告 是在神的话语中间告诉我们 是渴望不再受羞辱和被藐视 不再受羞辱了 不再被藐视了 没有人会喜欢受羞辱对吗 没有人喜欢被别人看低看扁 如果你想要脱离这样的一个光景 我要鼓励你来祷告吧 我要鼓励你借着祷告 脱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情况 我要鼓励你活出神尊贵的样式 就是来祷告 我要鼓励你如果你渴望尊荣不离开你 你要来祷告 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那是在末后的世代中间 神不断提醒我们的 没有爱心了就来祷告吧 服侍没有力量了就来祷告吧 祷告中间并没有好过来了 就来祷告吧 没关系 就祷告下去 生活中间看不见未来了 就来祷告嘛 就来祷告 孩子不受教 对信仰排斥 就来祷告 就来祷告 传福音没有果效 就来祷告 就来祷告 祷告总是让你看见 你不受羞辱 而且不再被藐视 内地会有一个宣教士 在一百多年前 他在中国 跟着戴德森宣教士 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中国的云南的 少数民族 隶宿族 有一个非常大的 强烈的负担 于是他就去了 十四年 这个宣教士 十四年 英国人 十四年 我印象中应该叫费里莎 大概是这个名字 十四年 传福音给隶宿族的少数民族 一个人都没有信耶稣 十四年 后来呢 打了个电报回去 跟他在英国的老母亲 也是一个基督徒 爱族的母亲说 他决定要停止这个工作 因为十四年 宣教没有任何一个人信耶稣 他决定最后 有一个旅行步道 寻回步道 就是走遍了云南边界 跟缅甸边界 的隶宿族的族群 在云南的西南方的地方 走过每一个村庄去步道 结束之后呢 他就要 就要离开这个宣教的河场 因为十四年 一个都没有信耶稣 准备开始之前 有一天 就在准备开始 要开始旅行步道那个晚上 有个年轻人在半夜 就把他叫起来 说你不要讲话 他就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说你不要说话 安静 那个年轻人 隶宿族的年轻人 就把他背到背后 就开始往山上跑 一直跑 一直跑 他就跟他说 停下来 到底什么事 他说你安静 安静 他就一直跑背他 跑到山上跑跑跑跑 到了隐秘处之后呢 那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 宣教士 我的族人已经商量好了 今天晚上要放火烧死你 因为十四年来 他看你 直到今天 大家商量 今天是你最后的日子 结果呢 他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他准备开始旅行步道 怎么会这样 就远远的看见火光 熊熊的燃起 他租了隶宿族的房子 就全部烧掉了 烧了一个晚上 隶宿族的族人非常的开心 就在那里庆祝啊 跳啊 开心啊 唱歌啊 就很愉快的啊 就觉得说 我们杀了一个 烧死了一个异族的人 结果他就跟着林丁想说 我还是要回到他们当中 因为我的旅行步道 还没有开始 他就下山 结果没想到 他一下山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都吓坏了 他们以为他们从 那以为他从死里复活 吓了 以为他是什么鬼神出现 所有的族人 都归下来拜他 他就说 请你们起来 我不是神 我不过逃过你们的 烧我的那个 那个计谋 结果就说 他就跟他们讲说 我不是神 容许我告诉你们福音是什么 结果没想到 他们就听他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走了三十个村庄 统统信了耶稣 就在他决定最后结束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发生 是因为 当他的电报到英国的时候 母亲心里面觉得不安 于是召聚了他的好朋友们 在教会的里面 为他进食一个礼拜 那个礼拜 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 英国距离中国云南 几千英里 几千英里 几万英里 神透过祷告做事 让人不再受羞辱 让人不再被藐视 他的福音的工作 借着祷告 不断不断地开展出来 阿们 有许弟兄姐妹 朋友们 你正在一个羞辱 和被藐视的情况中间 祷告嘛 祷告嘛 神借着祷告 无论你人在哪个地方 神都有办法 救你脱离这个情况 最后 祷告的信心 一定是从神话语得来的 确据感 祷告中间 我很有信心相信神工作 是因为神的话语这么说 我就这么相信 而且我很有确据感 新主一段时间 你会有这个经历的 很有把握 主是的 我知道就是这样 主是的 谢谢你 我知道 主我知道这是会成就的 主我知道 叫确据 我很有确据 很有确据 很有把握 感谢上帝 让我们的祷告 在神的话语中间 建立起来的信心 是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确定感 因为神的话 是我们祷告信心的学具 阿们 感谢上帝 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来仰望神 同声开口 我们这时候就一起来祷告 祷告上帝 让我们的祷告 是为了遵行祂的话语 让我们在祷告中间 不断不断的遵行 行出祂的话语来 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耶稣 谢谢你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 耶稣 让我们在你面前 祝我爱你 耶稣 让我信出你的话语来 耶稣 让我遵行你的话语 耶稣 在祷告的里面 我要活在你的话语的里面 耶稣 因为祷告 我有力量遵行你的话语 因为祷告 我有力量 可以行在你的话语的恩典当中 哈利路亚 主啊 是的我们的祷告 是为了遵行你的话语 阿们 主啊 是的我们祷告 是把自己的信心再次 透过神的话语 主啊 建立在神的话语身上 主啊 祢帮助你的儿女们 主啊 让我们真的常常用我们的祷告拖住 主啊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信心 不够了 但是神啊 祢教导我们 主啊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 祢就必问我们 是的耶稣 主啊 这个祷告就是要成就神你的话语 就是要成就神的应许 是的 谢谢主耶稣基督 主啊 让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来思想 主啊 使我们能够因着神话语得着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祷告更多更多的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祷告 祷告什么呢 祷告让我们不再受羞辱 祷告是为了不要再活在羞辱和被藐视的光景的里面 现在如果你在羞辱和被藐视的里面 你要宣告你是神儿女的身份 你的祷告就是为了要你脱离这个情况 你的祷告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不是被羞辱的 你不是被藐视的 你是尊荣的 你是尊贵的 是神儿女的宝贝 同神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谢谢你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哦 耶稣是的主 感谢耶稣 谢谢主 主让我们可以经历你 耶稣啊脱离一切的羞辱 脱离一切的藐视 脱离一切的羞辱 我仍看我们卑微 主我们在里面结局仍然有尊荣 我们仍然活在尊贵的里面 谢谢耶稣赞美你 哈利路亚 谢谢主我们在祷告里面不断地经历你的话语 主啊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真实的面貌 彩天我们上帝我们所有的软弱 因为主啊你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还快 主啊能够刺透我们的肺腑 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对你来隐藏 是的彩天我们上帝肯求你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借着话语借着你的话语借着透过祷告 主啊不断地被你来更新 也在你的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 主啊我们不因着做工来蒙受羞辱 因为彩天我们上帝你的荣耀大过一切 主啊照着你的心意必有极大的奇妙的事发生 感谢赞美主 最后祷告神让神的话语丰丰富的藏在我们心里面 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因为有神话语的确据 我们的信心就被点燃了 我们的信心就有根有基了 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 噢耶稣谢谢你 赞美你 让我们的祷告是有根有基的 在你的话语中间是有确据的 在信心中间是有把握的 主我感谢你 谢谢耶稣 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主啊 让我们在信心中间祷告 在你的话语中间有把握 主啊 父神主啊 我赞美你 主啊 我渴慕你 我仰望你 主啊 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刻 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 主啊 更主啊 我们说求你把你的话语 科技在我们的心上面 主啊 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 是借着主你真理的一个印记 主啊 是的 阿们 主啊 是借着你真理的确据 主 谢谢你 赞美你 阿们 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 主啊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在你的话语的磐石上面来祷告 是在你话语的应许中间来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月祷告的时候 问题就不再是成我们的困扰了 是因为你话语的应许 胜过了一切的问题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主啊 我相信圣灵的大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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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